路口轉彎處電動三輪車起火燃燒 燦出濃濃黑煙 一名老婦人坐在地上 她的腳被起火的電動車給燒傷 三輪車燒得焦黑 電池殘骸還留在原地 火灶人員到現場要釐清 為何會起火 在家裡有充電 充不行 不然就用撈的 撈的 如果家裡來就燒起來 阿嬤的家人也敢來 原來當時阿嬤騎車要去遛狗 電動三輪車準備牽上人行道 卻突然起火 火勢燒得猛烈 連一旁的客運都被波及 搬機也被燒黑 家人說電動三輪車的電池位置有改過 可能是因為車卡住 阿嬤硬拉 車底下的電池跟人行道的原始摩擦 才會瞬間起火 他當時並沒有描述說 他是怎麼樣的情形 應該是他的電池的部分有受損 是摩擦起火 還是電池的安全性有問題 還要調查 但阿嬤的腳被燒得二度灼傷 驚魂未定 需要一段時間修養才能恢復 對韓正經營臣台中採訪報導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有蠟七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七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